看看新闻网 好的 在前两天呢 我们节目是报道了 梁朝伟在美国 Malibu之行的独家跟拍 那通过此次的拍摄 我们记者是了解到了很多 不为人知的关于影帝的生活小秘密 没错 影帝这是男神啊 可是你想到吗 影帝从小他就晕车 而且影帝几十年开同一款车 究竟怎么回事 咱们来听听看吧 阳光蓝天沙滩 影帝梁朝伟难得如此恰意地来到加州 会不会找个广场去喂鸽子呢 2012年1月底 有关梁朝伟打背地去伦敦喂鸽子的传闻 横空出世 不仅引来了网友的集体围观 更让影帝的休闲生活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梁朝伟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今当事人终于站在面前了 记者哪有不追问的道理 其实从前我小时候有试过这样 突然间无聊 没有去伦敦 去了纽约去玩了几天 没有喂鸽子 我平常其实我很喜欢大海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渡过 如果不用开工的话 我大概一个星期有五六天都在海上 打个飞滴去三星只能偶尔为之 大多数时候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 梁朝伟出门还是得依靠汽车带他去想去的地方 此次来到Merryville正是出于他对于驾驶的热爱 只不过引进梁朝伟从小就是劳碌民 他爱上驾驶的原因不是想炫车技或是神马 竟然是出于克服匀车的目的 其实我很少用司机的 我都自己开 因为我从小就晕车 所以我只有自己开才不会晕车 然后我很想说我开车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我很喜欢开车 所以我通常都是自己开的 把晕车后遗症变成了自己的爱好还不算 为了多点时间开车 梁朝伟竟然还特地把家安在了郊区 于是每次进城吃饭逛街的来回路上 就成为他练车技和看风景的美妙旅程 我自己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是特地搬去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 对不起 然后让我自己上班的时候可以开一段路 然后收工以后也可以开一段路 不仅为了能开车搬家 影币梁朝伟还是一个对车十分长情的人 几十年如一日都开同一款车 我是很长情的一个人 我平常开一辆车 我可以开二十年都是开那辆车 然后人家都觉得我没有换过 但是其实我换过很多辆 但是我是同一个颜色同一个款 然后一直开 娱乐新的地美国报道